五六年的時候他們就派了一個軍隊就上到玉山去 那個時候就看到阿里山這一整片的黑森林 但是因為他們都不知道這個森林怎麼樣的進來 一直到後來有一個叫石田堂彼的 他們在那個阿里山下面 剛剛跟你講的那個阿里山公路下面的那個達邦附近那地方 他度假的時候有一天那個原住民就跟他講說 我帶你去看那個遠遠的地方那邊的整個松林很多的地方 就是日本人很想要進來的這個黑金的地帶 那個時候他們就帶著那個乾糧 然後從那個從那個地方開始走了好幾天的路 然後走到這個地方那個職業層的藏民就看到這一大很多的那個大的居木 然後之後就跟上面的人報告 報告之後他們就來考察 然後這個時候就發現了這裡有一棵非常大的一個一個居木在這個地方 所以那個時候他們開始計畫說要怎樣砍伐裡面 就想要把這一棵神木給留下來 要留下來的原因是因為在伐木的過程當中發現這個地方的那個測量 這個地方剛好是路可以經過 然後另外這個主要是因為這一棵神木它中間已經中空了 因為我們知道那個檜木它會有中空 它整個會有那個根有菌把它裡面都掏空 所以它是中空的 剛好就在路邊 而且它主要是它非常的大 大到什麼程度 大到可以二十幾個小朋友 整個把它環抱圍起來的 那資金非常的大 而且高度也很高 所以他們認為可以把它當成所謂的天然紀念物 日本人把它做成天然紀念物之後呢 就把這個神木上面就圍那個三七五神 然後就開始有祭拜的意思 像我們說拜神明的開光點也一樣 然後同時這個神木就在這個地方 就站立在這個地方 然後就變成一個很神聖的 每一個人都 很多人想要來看的這一刻的居目 變成觀光的一個紀念價值存在 那麼後來在那個1945年就是那個 那個太平洋戰爭結束之後呢 日本人就離開了 離開之後呢 因為它那時候呢 這個神木的後面 神木的後面這裡一片 我們等一下會走的這個居目群的樹林 沒有砍的原因是因為 他們在看塔的時候發現阿里山 阿里山變野看到的都是很大的居目 而且那個材質都很好 而且都是很密集的在一起 那麼所以這裡的這一些樹木呢 根本就不值得砍 因為你花了那麼大的功力 可是那個 最少你知道吃湯圓 吃東西一樣的地方很久 所以他們就把它留著 第二個是因為它離那個 上面我們那個 住的地方住家也比較近 所以呢這個地方就保留下來 就是為什麼今天 我們可以看到所謂的居目群 然後除了那個之外呢 這個地方的 其他地方通通通通砍光光了 然後這個神木呢 就留在這邊 因為它非常非常的高大 所以後來呢 到了那個日本人離開之後呢 在那個1953年的3月 這個我問很久才問出來 因為沒有人知道 哪一天那個雷打的 報紙也沒有燈 然後我問了半天 我媽媽說 他從什麼地方搬到什麼地方 要生我哥哥的時候 那個時候 一聲雷響說神木火災了 原來是那一刻 所以我從那個時候 我叫出來 他是在1953年的3月左右 然後那個神木呢 就被雷打了 打了之後呢 他就燒了 燒了一個枝蓋 燒了一個枝蓋之後呢 沒有什麼大礙 就繼續繼續都OK的 然後到了1956年的6月 5、6月的時候呢 牧村的時候呢 那個那個 剛好是春夏之交的時候呢 那個那個突然間一聲雷響 然後就把那個神木又打了第二次 第二次打了之後 他就整個都燒起來了 那這一個神木整個就燒掉了 他在燒的時候 是中間這個地方一直在燒 然後那個時候呢 就有一個 有一個第一分道 第一分道那個時候 有一個第一分道的一個主任 那站長 他在那邊呢 他剛好是要走那個寒樓 是小路這樣小路 走小路的時候 因為我們阿里山人走路 不會走那個大路 我們都是這樣子 像我們從那個島嶺下到那個 那個壽政宮 我都是直接森林 這樣子走爪穿下去的 那阿里山人能夠穿路 然後呢 這個 這個站長呢 他就是穿越了 從穿越上海的時候 他經過這邊 發現這個神木在災 在燒了 所以他就覺得有問題 他就趕快跑去 跟工作站的主任講說 阿里山人的神木燒起來 他說 那老人的 下雨天怎麼神木在火燒呢 可是那個 後來他們來看的時候 發現真的燒得很嚴重 那神木燒起來是不得了 這個時候大家就看次 要來救火 啊 救火的時候呢 火車就開過來 火車開過來的時候 開始給他灑水 可是那個神木很高啊 那個水怎麼樣 灑都灑不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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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 包括我姊姊他們都在那邊 用那個麵湯 寫小朋友這樣麵湯 大家就要來救我 可是什麼救都救沒有用 因為那個實在太高了 沒有辦法 後來呢 後來就有人想要 從那個神木的背後 爬那個魚丁 爬上去 要要要要要去 結果因為那個風向的關係 他又沒有辦法就下來 然後在那邊 大家都急著一塌糊塗的時候 那個灰塞電來 周圍的這些森林 又燃燒起來 所以這救火救的 急急叨叨的時候呢 就有一個外省人 他就說 他就講了一斤髒話 然後就說 在下面給他打一個洞 從下面關上去就好啦 結果那個大家 在救火救的一塌糊塗的時候 就想 頭腦就不太清楚 就真的有人就 就要把他打一個洞 因為阿里山的居民很會 很會打洞 開開木材 應該就開一個洞了 結果本來那個火 已經只有一點點 還沒有那麼旺 一開洞之後 就燒得哇 更旺了 哇燒得更旺了 所以後來就有一個台灣人 叫老環 他又罵了一句髒話 然後就叫他趕快 把下面那個蓋起來 頭也幫他蓋起來 所以後來那個神木 在下面就被人家開一個洞 然後也是因為 後來這個就是 讓它自然的燒 燒到裡面的地方 都中空為止 然後呢 就留一組人在這邊看 然後他們就沒有管這顆神木 那這顆神木就是 那一次燒完之後呢 其實上面的那個枝幹 還都很漂亮 沒有問題 大概經過四五年之後呢 上面的枝幹 就開始凋臉 也就是說這個神木已經死了 已經死了 然後林文綺覺得 對啊這個神木 這個這個死了之後 它是阿里山的地標啊 所以它死了之後呢 這樣不行啊 所以要想辦法呢 就怎麼樣呢 就當初就是叫老華那那個人 他就爬上去 然後在這個神木的上面 就釘那個木頭有沒有 在裡面 中空裡面釘木頭 然後堆了很多的泥土 然後就種了十幾顆的小苗 這個神木高空造林 然後這個高空造林 照到之後 有活了幾顆啦 活了幾顆 所以後來很多人到阿里山 如果你三四十年前 阿里山還沒有打下去 那個神木還沒有打下去之前 你來看過有沒有看到 他還在冒命 有沒有 那你們都以為他還活著 我的女兒那個 跟福利說對不起那個老師 有一天他上課的時候 他就講像阿里山的神木 結果他們同學有一個 有一個同學說 老師那個神木已經死了 然後那個老師就一直罵 罵那個學生 他哪有死 那沒有知識什麼 那一顆上面還濾浪 什麼什麼 一顆樹什麼 如果還有綠葉表示他沒有死 他還罵一堆 然後等他下課之後 我女兒就跑去跟老師說 那個學生就跑去跟 跟老師說真的他是死了 不然你問那個什麼人的媽媽 什麼人 因為他媽媽住在阿里山 然後那個人 那個那個那個 跟福利說不起的老師 就來問我女兒 然後我女兒說對阿死了 他說上課你為什麼不講 對阿那個老師是很奇怪的人 所以那個時候呢 其實不只是大家 大家都以為他還活著 所以後來呢 那個我跟陳月峰認識之後 然後呢我就來看那個時候 他當初也沒有看出來 就是我跟他講說 那人死掉了 他說哪有的蟲子還在那裡 那我就跟他講那個過程 他覺得這事情大條 怎麼可以這樣子 他那時候覺得不太對勁 就是說你那個一顆死的神木 已經中空 然後你上面把它揍了那麼重的 那個泥土在上面 而且這裡那個火車站跑來跑去 這樣震震震震震震震 而且他有些警fi度 有一天他會掉下來 所以那時候他覺得不對了 之後呢他就去跟記者講 就跟記者講說 這件事情這樣子不行 到那裡有一天這個神木灑倒下來 所以因為那件事情呢 然後那個人物局這邊呢 就派了另外一個 那個那個那個 台大的那邊的神明器 來跟他對打 他們說不會 因爲咧上面 這棟的這個אל ¿他們的根呢 有一天就會一直下來一次下來 然後神木救我們 可是他就跟他跟記者講就打比讚 打了很久很久之後呢 結果那個李武吉就受不了 就跟我爸爸說 叫你們驚訝不要再說了好嗎 然後後來呢 他們決定說要在阿里山的這個神木下面 要弄一個標牌說 這顆神木是死的 跟大家承認說他是死的之後 他就放一塊板就對了 結果他也是不給他 他說他是死去的 還是繼續 然後這個神木很有趣 就是說我有一陣子就是在做阿里山調查的時候 我經常在這邊跑來跑去拍照 然後結果我有去拍照的時候 就看到有一群家人 然後其中有一個爸爸就在這邊看 哦這個神木活了3000年 怎麼可能3000年 台灣人歷史只有400年 就很有趣 那他就這樣子說 因為他講的是在台華人開拓時 他沒有去想到說這個神木其實整個台灣已經留六百多年 六百萬年的這個 幾百萬年的那個歷史了 然後呢我那時候在阿里山那個我們在念書的時候 就說我不是小學一年級在那邊念書嗎 然後念書的時候不是帶我們的小朋友逃學嗎 就逃到這個地帶來 然後還有一次呢我們就是為了要試打釀 就是下課的時候一群人就來 然後那個神木下面不是挖一個洞嗎 那我們都知道啊 所以我們就爬這個欄杆爬進去 然後就我進去裡面看哦 我進去過神木裡面這樣看 哇每個人都很快地跑進去看的時候呢 突然間有一個大的說 啊車進來了 因為我們傳說這個這個神木死了之後 裡面就住了一個石巾 啊因為這個地方經常霧蒙蒙哦 霧蒙蒙一片哦 啊所以呢這個這個這個大家很奢進的時候 這個小朋友就 所有人就一哄我扇整個從那個洞裡面跑出來 好這個時候呢就有一個小朋友在裡面哭得好慘哦 啊他哭的時候更恐怖 因為他哭的時候那個那個那個空洞效應 啊就很恐怖 哭了媽媽媽好 然後就把他抓出來 所以我們曾經都還這樣子在玩這個這個這個過程 所以其實這個神木跟我們的關係 小孩子的還有我們阿里山人每一年的過年 我們都會那個那個所有的親戚會會繞一圈阿里山 大家也會對那個來神木這樣合照哦 所以即使有另外一種就像我們家鄉的親人的那樣的感覺一樣 但是呢後來呢他發現這個神木的問題呢 曾經跟他們講的時候他們說他們就完全不理就是 反正一直一直用他們的方式在強調 所以到了1995年左右就有人發現了那個神木已經裂開了 已經裂開了 他裂開之後報紙有燈 如果你有注意那個那個那個新聞 有人說他裂開了 裂開的時候呢 那個曾經鋒還是跟他們講說你上面那個東西要除掉 因為真的有一天他會掉下來 可是林文局那個時候還沒有這麼想開會啦 開會研究研究要用孔孤略要把它綁起來什麼什麼 研究到1997年的7月1號 當香港回歸中國之後神木也不要站了 就砰就同一天哦 就從這樣子哦 砰到對面那個地方去鐵路整個就摔壞掉了 然後那個整個頭就整個倒到那個西谷那邊下去 所以那邊很多 然後鐵路就中斷了大概幾個月嘛 它整個就中斷了 因為這個鐵軌都壞掉了嘛 然後那一天呢 隔天一大早一大早呢我們就從阿里山那個時候是台風嘛 7月1號我們7月2號一大早就上來拍 這個時候呢整個神木 這個地方就好像命案一樣 發生命案一樣 用那個黃色線子圍起來 禁止人家進來 然後就在那邊處理 那經過了兩個禮拜之後呢 他們就開始找人家來做這個勘察說 這個神木應該怎麼樣處理呢 所以那個時候呢我們也有上來 那我也把我媽媽帶過來 我們就大火車 處長啦 什麼什麼什麼局長 什麼一堆人就在這邊 大家就開始看了 然後就跟這個神木做最後的拍照 那個時候呢我跟我的 我叫我媽媽當那個model 就是那個那個剛下的最上面那一顆 我就叫我媽媽在那邊跟他合照 就是光是一個頂肢的那個肢幹 人都比他小很多 我要叫我媽媽到處去跟他拍 反正他們在勘察我這邊一直拍一直拍 就做紀錄就對了 我在那個阿里山寬木屋裡的那裡面 有幾張照片 那個時候找我媽媽來這樣拍 然後呢我們就回去 那個在林務局那邊開會說 我們應該怎麼樣辦呢 怎麼處理這個神木的問題呢 然後大家就開始看 然後有的人就說 要把他用孔骨率給他烘起來 把那個掉下去的部分 把他扶上去 然後把他烘起來 要把它烘一烘 繼續讓他站起來 因為這個是阿里山的地標 不能夠沒有 然後呢反正有很多很多的講法 然後那個時候陳玉峰 陳玉峰教授就講說 其實這個東西呢 他已經有一點危險了 所以那個時候他的講法是說 我們可以把上面還有 因為他上面還剩下三分之一 將近快要一半的部分 還很危險 有一天還是會掉下來 所以呢他那個時候的講法就是說 把那個上面那個地方 稍微處理一下 然後把已經掉下去的下面這個部分呢 我們接一個安全的距離 然後再把它扶上來有沒有 變成一個所謂的神木的紀念 然後旁邊這裡不是有一個 我們看到一個亭子嗎 那個亭子呢 是在蔣介石的華誕 有一年他的華誕的時候呢 就是1953年 1953年那個蔣介石華誕的時候呢 他們前一年 他們把它建了一個亭子 弄了一個神木送在那邊 我們想說那邊一個亭子 是不是也變成一個神木博物館 可以把那個神木的整個 剛才跟各位檢查 他被發現的整個流程的過程呢 那麼給大家做介紹 但是呢 開完會之後呢 大家都同意這麼做啦 然後阿里山的居民也很多去開會啊 大家都經過了很多的冗場的討論之後 就有這樣的定案了 可是呢 沒有想到呢 突然間有一個團體 要做什麼荒野保護協會 他們什麼事情都不知道 就跑來說 你不可以動 不可以動 然後就在這邊做什麼行動劑 然後就把林文綺嚇到了 說啊那怎麼辦呢 那我們重新開會 就在台北去開會 然後就開會的時候呢 完全沒有經過 很公益的討論 然後就說 他媽媽把他砍掉 你問他最開心啊 因為你要發包 然後要去做那些工程很會推功力 甚至有一天掉下來 又把人家葬死對不對 這樣子最好了 就把他砍掉 就一了百了 然後隔年的1998年的6月 就真的就沒有預警 然後就這樣砍的時候呢 我媽媽跟我說要砍的時候 我嚇一跳 我說啊不是已經講好了嗎 講好那樣子的定案了嗎 怎麼又要這樣 結果那天很多阿里山人 都沒有辦法說 不是說好啊 說好是怎樣 大家就很難過 整個阿里山人很多人 在這邊圍著在那邊看 那時候我也來 然後最後一刻 我叫我媽媽再跟神木 再拍最後的留念 然後那天中午的時候呢 快到中午的時候 就看到他還是在聚了 所以我就記得他 他說那個連記 你記那個神木那個畫面 我就把他記下來 他記一半的時候 他就不讓我 因為安全問題 不讓我在那邊 所有人都被趕過來 很多美女在那邊拍 然後就這樣 整個蓋下去的時候呢 真的有人就哭了 很難過就哭了 然後最痛苦的 最生氣的是誰呢 其中一個就是我爸爸 因為他從小看他 然後他在靈異裡面 在靈異裡面看到 然後他就很生氣很生氣 然後他就寫了一首詩 就講說這一棵樹 對這棵神木 對這棵神木在 我爸爸小學三四年級的時候 他甚至於放入他們的教科書 日本人的教科書 有詩詞專門在介紹 這一棵壯闊的神木 所以呢 那個時候呢 我爸爸呢 看到這個神木被砍掉之後呢 然後他就非常難過 那天那天在跟我吃飯的時候 就隨便拿著那個什麼 那個紙 那個什麼紙 餐巾紙 粉紅色餐巾紙就開始吃 還有爸爸是說日本教育的 用日文寫了一篇 好就是意思就是說 從你從很小的那個種子 然後開始長 從終於長到這麼大 但是也沒有辦法抵御過 這樣的一個風雨交加 然後終於生氣也死了 然後呢 現在呢 連那個無情的人也 無情的學者也讓你生氣都不保 所以我只能說再見了 再見 再見了 再見 我爸爸就一直寫 然後又嘎嘎嘎嘎嘎 然後就是一張餐子在那邊 然後我就偷偷把它留下來 那留下來 因為這個就是整個那種真心情 那種整個感覺的真心情 他真的很痛苦 然後每次講到那個神木砍下來 到現在到現在還 他到現在還心痛 因為這個神木倒下來之後 沒多久 也就發生了一連串的很多的問題 包括那個什麼火車死了 死了多少人那一次有沒有 包括那個 那個米猴的頭也掉下來有沒有 就是很多很多不激烈 然後接下來 阿里山整個都蕭條的 一直蠻長的時間 然後我爸爸每次想到這個神木被砍掉的過程 就非常硬 很慘 很慘 到現在他還是很 他現在還是還在生氣 他現在還在生氣 對 然後我們現在看到這個神木呢 他把它砍下來之後就丟這樣子 就是說 後來他們結論就砍完之後就把它整個就集中在這個地方 然後就這樣 放了 就丟著 然後丟著 那天砍完之後他馬上就種了一顆紅塊在中間 就那時候砍到現在 那塊紅塊現在這麼大顆 所以它的中心點 那我們在這裡有些朋友他們曾經來過 這裡跟那一顆還沒有被砍掉的神木合照過 就是整個 應該應該很多人都有這個經驗 整個 這個這個非常的巨大 真的非常巨大 而且非常的壯觀 然後這個神木他就這樣子放在這邊放很久之後 到了2008年的時候我來看的時候 它上面已經全部都是草 蓋掉了 很多人來這邊看不到那個 連神木的衣骸都看不到 全部都蓋掉了 後來我就寫了一個那個神木祭壇 在那個報紙上發表 結果報紙上發表那一年 我再來看那上面就清乾淨 他就整個神木的過程大概就是這樣子 所以等一下呢 我們從這邊上去呢 現在的時間是 我們等一下從這邊慢慢走上去 走上去就是沿著這個劇目 劇目群下走 你們可以慢慢欣賞那個劇目 那因為我們這一次比較是一個解說的性質 你如果要看 請下一次你來的時候 下一次你慢慢你來的時候 可以慢慢慢慢 就是再回味一下 再感受一下 再來看 然後慢慢的這個拍 那我今天有一個蠻好的天氣 也許我們到哲雲市的地方 可以看到西照很漂亮 因為今天看起來沒有什麼雲海的樣子 我不知道上去才看得到 不過時間更早一點 我們甚至於可以早一點 回到高峰的樓上去看西照 也是另外一種方式 那等一下就是沿著這個劇目群 開始慢慢走 我們就走到那個上面的那個 有沒有要做什麼 經歷 都到那個團體上 我們在那個電梯上面要做一個團體上 到哪去了 你們在電梯上面我們坐 我們坐這一顆嗎 不是在這一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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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在那邊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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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